这光照眼领的 我们两个女孩子 要是遇到色狼怎么办呀 你先挑 盘点描懂名场面 iPhone iTV iPhone iPad iPad 我在这里要给所有男生道歉 就是一分钟确实是一个 比较长的时间了 你脑海中想到第一次是什么 我查你手机我真费劲 我的手机有什么好看的 我去查看啊 你是一个老师人 你是在打打游戏 去听音乐 看看小电影 看看电影什么的 我看一下 不是 蓝色圆圈这个是啥呀 蓝色圆圈这个是什么 公司品牌 我看一下 我没见过这个 学习知道 我看一下 你干嘛呢 3W点 你干嘛呢 没事啊 看过视频啊 怎么感觉你不对劲呢 什么不对劲呢 你喜欢玩游戏吗 喜欢啊 那你觉得是做主线任务好 还是自由活动好 那当然是自由活动好了 那当然是自由活动好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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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头发了 捡头发再来我 西点春药 西点春药 你换我三百五啊 哦 一直这个劲啊 你松开啊 你要干什么呀 前面图台的人那么多 为什么偏偏抓我一个人罚款呀 你上市人呢 有什么超错 不已经改革新视机干的 初中看的 天头龙记超人版 啊 真不是小孩看的 我搜五月一天本来是要下歌的 我以为写弟子是古代的一种武器结果 哎 我们女人都喜欢看腹肌 那女男生都喜欢看什么呀 哦 我们就演过稍微高一点 哎 吃饭 这是什么菜啊 是狗片 是狗片 嗯 都没刚好啊 你咋想的 饭也是 酒也喝了 鸡也放了 还是我也给你买了 你先帮助我的妹子 小姑娘 不可能嘛 收着买完了 我先给你来准备啊 一 二 二 又给你的鱼子不在采 鱼子的问题 卷 现在的华为手机是真的牛皮 昨天晚上我的苹果手机没有充电 今天早上我用我女朋友的华为手机上的班 走这一道 看见没 就这一片 还那一片 十多家宾馆 没有万能钥匙 WiFi自动就连上了 你们说厉害吧 这黑科技 操 充电器忘了 第一次打球 不知道篮筐在哪 很多球员第一次打球 找不到篮筐 很尴尬 所以我的建议 理论知识要学好 多研究一下别人的比赛录像 了解球场上最基本的位置 和篮球架的构造 但是啊 还有很多球友 虽然理论知识很丰富 实战的时候 还是找不到块 这样情况一般 多打打比赛 自然就找不到 宇哥我聘成女教练 打球一小时五百 决赏后 我嗷嗷喊叫 他却要一 他却要一写啊 宇哥我聘女教练打球 一小时五百 决赏后 我嗷嗷喊叫 他却要一写 说超时了 我拿出事先 藏好的摄像机 看得蛮大 没超时 上初中的时候 我同桌给我一张第二片 上面写了我一妈十八岁 请在大人的陪同下面观看 然后呢 我就叫了我爸爸妈妈一起看 这辈子我真是忘不了 我爸爸妈妈当时 咋个大我娘 你几杯啊 你几杯 你几杯 我刚刚没有到 没有到 没到好 哇 他好狠啊 我们一起喝一杯 okok 好了 晚上你要是四个打完 我可以便宜 你总的选择 他说的话 我都不离一天 我为什么要解释架 啊 我吵了 我吵了 来一张可留性命啊 哦 在下长啥 不是你管得了吗 不是 你回家 我是子龙啊 我得上片场了 你别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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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